新北市医员廖小青从105年起举办野餐活动获得了热烈回响 今年持续办理将于9月24号在阳光运动公园举办新店星空西洋音乐野餐会 现场除了有知名乐团到场演唱西洋经典歌曲 还设置了儿童气垫游戏区 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全家一起来享受野餐乐趣 在绿草地上铺上一块野餐店 在大自然的环抱下一家子或三五好友大家起聚在一起 聆听着音乐享受这片刻的悠闲 可以说是最惬意的时光 也就是这样的氛围让新北市医员廖小青从105年起 年年都举办野餐会 她表示阳光运动公园拥有绝佳的环境 今年的活动在9月24号举办 从下午5点起展开 从傍晚时分再到夜晚 这样的野餐感觉绝对会很不一样 5点的灯光还没有完全暗的时间 我们先进场 慢慢夜市来了 我们有阳光桥的灯光 有这个月光又有灯光 那就会营造我们在新店 独一无二很棒的一个 阳光运动公园的野餐会 那我邀请大家一起来 这也是我们每年都会办的活动 每年的野餐活动总是吸引了许多民众报名 新北市医员廖小青服务处 规划六人一组报名就赠送野餐店 而原本预定200组不但已经额满 现在还在追加中 今年同样贴心的设置了儿童游戏区 并且安排了知名乐团到场演唱夕阳经典歌曲 要让爸爸妈妈小朋友全家都能够一起享受这份野餐乐趣 除了就是野餐会之外 这个舞台的中央 我们会有这个西洋经典歌曲的欣赏 是POP的歌手 夜总会的歌手来演出 都是唱一些过去你四五六年级生 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曲 新北市医院廖小青表示 除了已经报名的民众 也相当欢迎大家带着自己家中的野餐店 一起来共襄盛聚 届时活动现场还会加码惊喜 希望让来参与活动的每个人 都能够在这个野餐会中留下满满的快乐回忆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活动的内容 可以洽询22115670 记者杨帮友周芳琪新店采访报道